大家好,我是王晨,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电机工程学习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高性能集成光电芯片技术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每个人都拥有许多联网设备 而网络授课,视频会议和线上购物也已经成为了新常态 在这些靓丽的应用背后 是庞大的光纤网络在支撑着海量的数据传输 而随着5G、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和数据中心内部的信息交互量将继续快速增长 因而也对光网络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其中最重要的科学问题 就在于如何以更高的速度、更低的功耗和更低的成本 实现对光信号的控制 在光网络中用于控制光信号的核心元件 称为电光调制器 它可以将电脑服务器中用于计算的电信号 转换为光纤网络中的光信号 而传统的尼酸锂变光调制器 主要是以分立的形式存在 集成度低 因而体积大 成本高 而且功耗和速率 都难以满足未来光网络的需求 在过去几年中 我们致力于尼酸锂材料的微纳加工技术 实现了高性能集成尼酸锂器件的晶圆级制备 不仅体积大大减小 集成度显著提高 而且还具备了与CMOS兼容的低驱动电压 和超高的调制速率 渴望应用于数据中心等下一代光网络中 目前该技术已经孵化为一家初创公司 Hyperlight 正在进一步推向量产 同时 基于这一材料平台 我们还实现了包括宽屏谱光屏书在内的一系列高性能 集成尼酸锂器件 初步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片上光电器件生态 展望未来 我们的目标是将目前独立存在的尼酸锂器件 集成为更大规模的芯片系统 以我们熟悉的集成电路为例 单个的晶体管性能再好 它的总体功能也非常有限 而当数量众多的晶体管集成在一起时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种种电子设备 目前 我们已经拥有了超高性能的单个集成尼酸锂光器件 它可以实现高速低功耗的片上光调控 而最重要的是 它的光损耗极低 以这样的低损耗器件作为基本结构 以晶圆级的器件制备作为基础 我们将能够实现包含各种功能 具备高速光电交互 适应不同网络架构的大规模集成光子芯片 来实现许多在现有技术体系下难以实现 甚至难以想象的复杂功能和技术指标 目前我们非常关注的应用场景 包括毫米波与6G通信 激光雷达 光神经网络和光量子信息处理等等 希望在未来与学界和业界的朋友们一起努力 将集成尼酸锂芯片技术推向更大的规模 落地更多应用 谢谢大家